大家好,我是二叔托马斯 今天我们继续宇宙骑士的故事 上一期我们讲到 在鬼道环上 兄弟二人开始了最终的 赌上两个种族未来的决战 虽然在战斗中 当狄伯威的变身时间快要结束时 伊比鲁本可以轻松取狄伯威性命 但他却没有下手 因为他要在对等的条件下战斗取胜 所以给了狄伯威一小时的休息时间 而雅吉在鬼道环中 遇到了变回人形的伊比鲁 此时他由于超进化的副作用 流血不止 雅吉想对人形的伊比鲁开枪 但狄伯威出现阻止了雅吉 兄弟二人再度开始了战斗 而战斗的背景歌曲就是 整部动画仅在这里用了一次的神曲 假念无晦 2人再度 1人再度 1、2、2、1、2、3個 phat 啊 啊? 啊 啊 好 Blaidだ デッカマンブレードだぞ Dボーイ 負ける手回りはよ デッカマンブレード 頑張れ Blaid 戦いはマスターへ コレで災害だ Blaid ボルテッカー! ボルテッカ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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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吧 各界 各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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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伊比鲁终于再度变回人类的心也 她告诉迪博威 那个虫子一样的生物就是拉达姆的本体 拉达姆是寄生生物 是一种脑碎高度计划的智能生物 依靠强占高等生物的肉体支配星球 因为心也快要死去 所以这只拉达姆才舍弃了它 你贏了吗 你不太想说 是可爱的 你永久不经常 我会战过 你当时 我会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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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过 我会战过 之后 你保存下 我可以看到你 雖然你 我会战过 你 我抱歉 你 我抱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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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雅记赶了过来 而迪伯威说出了整部动画 最令我震撼的那句话 此时在月球 随着欧米加的苏醒 拉达姆飞船也终于复苏 而迪伯威由于超进化 对大脑的损伤 保留的记忆也在渐渐消失 来 来てしまったのか 但迪伯威绝不会失去的记忆 就是对拉达姆的愤怒与仇恨 他使用鲜眼的水晶 与白卡斯冲入拉达姆的飞船 来到欧米加的面前 然而欧米加的攻击 却让迪伯威难以招架 而此时 亚迪仍在为迪伯威祷告 神様 あなたはどこにいるのですか 彼はもう持てるもの全てを失いました 愛する父も兄弟も友も その思い出する これ以上彼から 何を奪おうというのですか 一人の人間に これほど重い定めを背負わせても いいものなのですか 一人の そう 一人の怯える魂 これまでか ここまでなのがブレードよ 神様 神様どうか さらばだ Dボーイに救いを Dバイ Dバイ D病 Daden おのれ D avoiding D D.Voy D.Voy 何? 我…死人損ないが! 去吧 带来 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同第一集一样 迪博威再次坠落到地球 而星野给他的变身水晶也化为碎片 地球恢复了和平后 幸存下来的诺雅尔去看望与雅基一起生活的迪博威 地球恢复 何もかも忘れて 冷凍到来 中村去看看 好 迪拜 阿琪 迪拜 到这里 我们就完成了对这部经典神作的重温 相信很多人都和二叔一样认为 这部动画到这里就是完美的终结了 虽然后面出了第二部续作 但质量和高度完全比不上这一部 二叔也许会在后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还有几个并被拍摄成完整动画的OVA 也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先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